都還不錯 他很厲害 所以不用擔心他 只要擔心我自己就好了 他很穩啊很厲害 然後前兩場配也都沒有什麼問題 默契還不錯 然後在球場上的溝通 就是因為可能我們 手臂位置守在哪裡 然後我們都會先溝通一下 然後可能說他如果手比較過來 然後我手比較過去 然後就說那邊球都跟你處理 就類似這樣 就是在事前的溝通 會就是蠻好的 如果是就是我們兩個搭配 其實默契都整個還不錯 那就是盡自己最大的努力 對啊然後幫助球隊贏球 這是我第一次來啦 我今天沒有來過 不過阿坤有跟我說就是草跟紅土都不一樣了 然後我覺得草跟紅土都還蠻像在美國的 都還不錯 他他很厲害啊 所以不用擔心他 只要擔心我自己就好了 他很穩啊很厲害 然後前兩場配也都沒有什麼問題 我認為我們不會比其他隊還要差 那我們已經做了很多準備在之前練習的時候 那我覺得就是上去的時候 我們就是專心的在對決 跟他們對決 然後不管輸贏 我覺得這個都會成為一個經典 身體的感覺就是感覺都提升了 對因為就是他們蠻用心在整理這些場地這樣 打空起來會感覺怪怪的嗎 上一次也有點還不太習慣 就是是會有點不太習慣啦 但是就是把它想像成就是正式比賽這樣去打 我覺得默契還不錯 然後在球場上的溝通 就是因為可能我們手背會一直熟在哪裡 然後我們都會先溝通一下 然後可能說他如果手比較過來 然後我手比較過去 然後就說那邊球都跟你處理 就類似這樣 就是在事前的溝通會就是蠻好的 如果是就是我們兩個搭配 其實默契都整個還不錯 那就是盡自己最大的努力 對啊然後幫助球隊贏球 其實說不會緊張都是應該不太可能 對啊那就是把自己平常好的感覺 熟悉的感覺然後把它平常心 對然後盡全力一副去比賽 然後我想這是一個會很棒的一個比賽 爸爸就說平常去做每一場自己該做的事情 因為難免國際賽張力一定會特別大 然後受矚目的球賽 然後就是怎麼看去調整自己的心態去做每一場比賽 這樣子 爸爸會不會比你緊張還是比你輕鬆一點 爸爸應該比我緊張 然後我以前也是看他帶中華隊比賽 那自己穿上這個中華隊的球衣之後 就覺得穿上這件球衣其實蠻沉重的 就是這個壓力 我想說應該是大家都會有這個壓力 但是我們去享受這個壓力去比每一場比賽這樣 應該是說回到這個賽事 但是我相信大家心情都一樣 就是曾經參與過今年賽的不管是選手或是教練 他們對於這個賽事都會有一些期待 那也期待可以在國人面前有一個好的表現 把我們的精神打出來 然後有一些讓觀眾朋友們 甚至於球迷朋友們 他們都有一些感動的一些時刻 那如果最好當然是可以贏球 我們都在賽前都會有做一些設定 那我們期待我們在這場比賽裡面有一些方向 有一些內容我們想要去做 那我們再嘗試看看有沒有辦法做得到 那在過去八場的熱身賽裡面 有一些我們做得很好 但是也有一些我們可以還是有一些修正的地方 那我期待也是在這兩場比賽的過程 可以把一些我們之前沒有做得好的部分把它修正好來 你的內心也有那個國際賽熱血重新染起來 國際賽的那個基因又浮現了 那我覺得這是這種短期的國際賽事 的確是可以讓人感覺到一個很興奮很振奮 甚至於是你很期待想要去做一個表現的一個賽事 那也期待這些年輕的選手可以保有這樣的精神 那重點是有這麼多的國人在支持著我們 我覺得這是對這些年輕選手來說是最重要的 因為這些球迷們支持著這些選手 他們會更有動力地去在場上更勇敢地去做一些表現 作詞主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